欧元美元处在压力当中吗 价格有回落的风险吗 即将与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FX Daily的拉曼达尔 美国的通胀拉低了美元 价格的走向会发生改变吗 会在短期内持续下去吗 我预测 欧元美元货币对短期内的价格会出现小幅的回落 可能会来到1.15% 甚至是1.1450 我比较确定 因为欧元美元被高估了 我明白美国这一期的通胀数据很糟糕 美元也出现了大幅的下滑 而欧元方面则出现了大幅的反弹 我认为目前的价格被高估了 我们FX Daily主要关注的是工资通胀 尤其是美国的工资通胀 所以如果工资通胀随着通胀上涨 正如希望的那样 这应该会减轻家庭收入的压力 这样的话就更有利于加息了 让我们继续通胀这个话题 欧元区通胀符合预期 这是欧元反弹的开始吗 这会在中期继续吗 对于价格的中期走势预测 我的预测是趋势会与短期走势保持一致 我认为欧元会有所回落 所以我并不认为欧元的反弹只是刚刚开始 我看好欧元会出现小幅的折返 所以这就是我预测该货币对价格 大概会位于1.16左右的原因 最后再来看一下长期趋势 如果欧洲央行在2017年年底延长 或者是结束量化宽松政策的话 你对该货币对有怎样的前景预期呢 我的12个月的预测价格位于1.12左右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价格预测 纯粹是因为在今年年底 明年年初 我觉得我们应该会看到来自于意大利的政治影响 所以相应的会有一些问题产生 我非常地了解量化宽松政策 欧洲央行的确需要开始紧缩 很多人都在关注紧缩问题 我也是一样的 但是我认为实际行动会比人们预期的缓慢 我认为欧元会让市场感到失望 好的 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更多精彩节目 尽在杜高斯贝电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